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来人就一点都不让 他就认为你不买他的你就没办法 实际上当时还真是有点争口气的这种信念 就是没有他们咱也行 但随后我们真的就行了 咱们改革开放带着这种大环境的变化 工业体系慢慢一点一点的增强 所提供的这种支撑 才使得我们有可能或者有能力 来设计建造出这样一艘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瓦尼船 怎么能造好这家船 这都是心血 一张图一张图的研究 一张图一张图的讨论 怎么能够布置得更好 怎么能够让他的性能更加的先进 让他的功能更加的齐全 怎么又紧凑又美观 都是寒心路苦 我那外孙子一视频就喊 看老爷的大船 看老爷的大船 这三年三三就是 这就一千天的 一千天的话 我觉得我能在家 每年满当满三 单上二十多天 我觉得就不错了 可能二十多天都没有 它是一个能够挖掘岩石的脚溪船 一般的脚溪船都是非自航的 都是靠拖轮托 或者半潜船去运 这条船它是可以自航的 可以自己航行到 世界的任何的海域 原来我们设计 它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在六千米的排距挖 这种普通的疏军土 它每小时能够让它六千方 就是这六千方的 大概就是一个租车厂那么大 就是一米深 一个租车厂那么大的 这是我们原设计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条船 所表现出的性能 已经远远大于这个指标了 我们还有一个 实际上最大的桥架波浪补偿系统 也就是在风浪和涌浪 大的情况下 我们这条船还能够施工 而且还不至于受到 涌浪和海浪的破坏 孙国斐有句话叫 屡败屡战 我是屡错屡战 就是坚定信息 坚定不拔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